是的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中医太美 那对面依然是最近人气暴停的徐文斌 苏晓周老师 男同好 天中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人说你有赵忠祥的声音 对哦 不知道是怕我还是妈 是的 我们在过去的十三周里面 粗略地讲了一讲这个上古天真论 和大家一起向这个徐老师学习了一遍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四气条神大论 就是术问的第二篇 请这个徐老师给我们破一下题 为什么讲四气条神大论呢 首先我们在上古天真论第一篇里面 就聆听了皇帝的老师齐伯的尊尊的教诲 毁人不倦 他反复几次提到 第一 他指上古之人叫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这种法于阴阳就是说人的所作所为 要根据阴阳的变化去定出一些规则去做 后来他指出一些不善于养生的人呢 说他们不知迟满 不识欲神 这个不识欲神指什么呢 就是不按照时间 不按照昼夜和时机的变化 去调整自己的生命的节奏 上次节目我记得你重点提出 生命是一个节奏 是 生命的节奏要和大自然的节拍符合一致的话 你就过得很顺 否则的话就呛人 很累 所以他在真人 智人 圣人 贤人中也提到了 特别说圣人和贤人也是根据调一四十 他根据这个四季的变化 去那个安排自己的身心作息节律 所以呢 一个调一四十 他就扩展开来 在第二篇紧跟着就来讲了 他归结成一篇大的题目 叫四气调神大论 那调神又如何解释 调神就是说人的意志 就是我们后天出生以后被培养出来这种后天的理性的思维 是可以干什么呢 是可以慢慢学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安排自己的起居作息 然后呢 调色自己的魂魄 魂魄是先天赋予你的 你改变不了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训练 使得自己的心和意达到一种沟通 也就是说 让你先天赋予的那个神的本能 就是符合按照你的意愿 去按照一种新的规律 去做 这叫调神 对 我们常常讲的心意 心意 对 它是心和意显然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我们今天要说过年说 祝你万事如意 还有一种更好说法叫 祝您秤心如意 很多人都知道排比句 就是祝我好 不对 大家观察一下 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呢 是秤心的未必如意 如意的未必秤心 此话真简 这个心我讲了是先天赋予你的那个本心 是本能的东西 对 是不以后天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 这叫心 本心 那个意是什么 出生以后被灌输培养 教育出来的东西 您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啊 就说这个 餐餐中有个故事 说这个有个小和尚 跟着老和尚第一次进城 小和尚就在庙里找 没见过世面 所以走大街上以后呢 突然看见许多花姑娘 他就问 师父 师父 这是什么 师父说什么 什么 老虎 对啊 师父说 那是老虎 是要吃人的 母老虎 满街的母老虎 你要躲得远点 结果就教育完了 等晚上回到庙里以后呢 师父一看这小和尚 发来复去睡不着觉 你干嘛呢 你猜的小和尚说什么 我大概知道 但是不知道标准答案 他说我想老虎 你看 这就是心和欲的区别 这个小和尚 发自本能内心的 他喜欢看 或者喜欢和这些美丽的姑娘亲近 是他的本心 可是他那个老师 给他灌输的那个教育是什么 那是老虎 要吃人的 很危险 这就叫义 所以这个小和尚将来就会 心和义总在打架 对吧 这就是心和义的不一样 将来怎么办 要么就顺心去走 他就还俗回家了 娶个老婆 是吧 要么就是消灭自己的这种 慢慢的去引导自己的本心 那个信誉 转化成残残悟道 开会的更高级别那种快感 就存天理灭人欲 他不是灭人欲 他引导人欲 你要是灭人欲 干脆把自己阉割做太监了 是吧 你是把这种先天本能的能量 引导到另一条路上 这叫开会 所以他有两条路可走 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 就说心和义的区别 就是什么 我们说丈母娘选女婿 她是动心还是动义 应该是动义了 对 对 丈母娘挑女婿 这孩子有什么学历 是不是博士 硕士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子 是吧 没安慰 没接过货 带没带小孩 他考虑什么 理性 后天的这些东西 那闺女选自己的爱人 他考虑是什么问题 看什么阶段 一般来说还是动一下心 一般来讲 他是先动心 这个人让我怦然心动 让我觉得心头壮露 心如一头小巷 就是有那种感觉 我们很多大龄胜女 找对象找不着 他就什么原因 没感觉 什么叫没感觉 没动心 没动神 有感觉都结婚了 还是个有感觉都结婚了 所以呢 这就是矛盾在哪呢 闺女看上的人 让她怦然心动的人 丈母娘看不上 要是说 你怎么对一个花花公子 动心 这是要钱没钱 要房没房 外面还搞着好多女人 女孩说没办法 我就爱上她 是吧 就说 称了闺女的心 没满足丈母娘的意 但是呢 丈母娘介绍了一个老实巴交的 很好 有学历 有收入 什么什么都挺好的一个男人来了 很reasonable的一个男人 但是放到那个女儿那了 女儿说什么 没感觉 所以呢 就是满了丈母娘的意 没动 闺女的心 所以呢 生活就是这么无奈 称心的不如意 如意的不称心 所以到家或者中医 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怎么办 她在心和意中间呢 她要架一个桥梁 是什么呢 让你和心和意沟通起来 不让你心和意老在打架 如何做到呢 如何做到 很有意思啊 我讲的那么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能用你的意识 控制什么 控制你的胳膊头 动 对 西医叫 这叫随意机 就是说随着你的意识 动的肌肉 但是你能控制你心跳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本身让心跳快点 或者见到我妈介绍 那个reasonable man 我马上突然心动一下 心跳一点 没感觉 指挥不了 就说你的意识 指挥不了你的心 是吧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 让我们的意识能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呢 大家说有 就是说我们身体有一个器官 它是同时受谁控制 同时受心和意 两个指挥官控制 请问这个器官是什么 我猜想应该是废 你猜得很对 是你学过 还是你有这个悔根 因为很简单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我自己的体会 一个什么事情发生 你调节呼吸 心情很紧张的时候 你透过调节呼吸 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紧张心情 所以这个呼吸是唯一的受心和意同时控制的 这么一个器官 也就是说 它是我们心和意中间的一个桥梁 比如说你不用意识的时候 它还在呼吸 你睡着了 它还在呼吸 对不对 但是你想调节它 你大口的喘气 或者改变呼吸的节奏和这种频率 你也做得到 这是拿你意识的 所以肺是我们心和意的中间的一个调梁 所以调自己的呼吸 是沟通自己心和意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历朝历代各门的学说 瑜伽也好 太极也好 静坐也好 站桩也好 第一件事 调形 摆出一个姿势 这是肉身 物质的 下一个就叫调息了 调整自己的呼吸 慢慢你的意识就会影响到你的内心 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一种心和意的沟通 是的 刚才我们和徐老师一起聊到了心和意之间的不同 所以趁心如意 调整 从调整聊起 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甚至进入四期调整大论 不扭曲 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们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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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人在那读白 真真见血 所以咱俩的说话 整理成文章 叫论 你那天那个读白 叫树 树 梁东口树 梁子树而不做 树而不做 但是呢 你翻的《黄帝内经》一共上下两部素问林书 各81篇162篇 只有这一篇是叫论而没有问答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只有这一篇 其他都符合我的论述 只有这一篇 就是一个完全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人口述下来的东西 没有问答 所以他有人说 他应该叫 士气 调神 大篇 而不是叫大乱 有可能是历史的这个文字错漏 也有可能 就是在这种 看似不经意的错误里面 蕴藏着巨大的秘密 那就是我们叫 纯遗代考 你不要轻易否定古人 我们就把自己的观点放在这 比如说他的竹箭有脱漏的 有人又把别的箭给补到这了 就出现问题 所以读《黄帝内经》有个什么 我有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读得懂的地方读 然后读不懂的地方查查书 看看别人的注记 千万不要强行解释 明知不可为 霸王应善公 霸王应善公 说愣要解释一下 不对 他也可能错了 他也可能脱了 脱了解了 落了字了 所以呢 把他跳过去 高考时候咱们做题 老师不是经常说吗 碰到疼难的题 跳舞先做 你会的 不然的话 让他堵住你那 所以今天我们讲 这个士气调生大论呢 就是从他题目来讲 他虽然叫大论 但是他没有问答 另外他说这个大论呢 就说这个论书的篇幅比较长 言语比较多 再讲一下呢 就是他这个士气 士气 他不叫士气 中医讲的士气是什么 请问什么叫士气 什么是风暑寒灶 对不对 那叫六吟 那叫六吟 那士气是什么 寒热温凉 寒热温凉 对 我们中医说这个人的 吃的食物和药物 就分有四气五味 对 什么叫士气 这个就是说 它有四种性质 吃了以后让你热 或者让你温 或者让你凉 或者让你特别寒 四个不同的等级 它这个士气呢 代指天气 对地球 或者对我们居住环境的影响 也分成了温 热 凉寒 春夏秋冬 四个 还有带有明显特点的变化 所以叫士气 所以合起来 士气调神大论 意思就是说 我们怎么跟着四季寒热温凉的变化 而改变自己的起居习惯生活身心 包括心理 这些作为 然后呢 跟上天的变化的节奏 然后呢 去让我们达到一种天神和人神合二为一的和谐共振的这么一个目的 叫士气 风神大论 而且呢 它这个生而复死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里面你还看到轮回的概念 对 真是一种轮回 另外呢 那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汉语的一些基本词汇 我说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 包括我 认字不识字 你看啊 古人发现天地的变化是五天就一个明显的小变化 对 又叫明显的 又叫小变化 就说说明显呢 就是说你能看出一些花在次第开放 嗯 你说从冬天蜡蜡蜡月 或者是这个快正月 还冰天雪地的时候 哎 梅花开了 对 然后再接着水仙花开了 古人把这个五天的一个这种显著的变化叫什么 以后是吧 以后 对 很多人不知道 对 你看我们中一古代开放子 这个星期啊 七天一个轮回是西方传过来的 嗯 啊 说是上帝第一天造了什么 第二天造什么 第七天啊 星期天 嗯 上帝还休息了 好像七天 它是一个轮回 我们古代是五天一个轮回 所以我们是初一十五 嗯 把这五天五天走 嗯 古代中一开放子 你比如说你今天来找我看病 嗯 它不是个急性病 急性病 你必须是什么 半日许令三伏进 把人家烧赶紧退了 没人说你过三天再来 烧三天 不是 碰到一些慢性病调养呢 一般给你开几副药 嗯 你猜猜 我觉得应该是三伏吧 五伏啊 以后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你接受我的治疗以后 我的 我所做的一切 包括给你扎针 点穴 按摩 埃灸 针刺啊 这些一系列的东西 我的气对你就产生了影响 而这种的受到影响以后 这个气往往在五天以后 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变化 嗯 所以我们一般叫病人复诊的时间都是什么 一开五肌药 五副药 然后回去吃 五天以后回来复诊 哦 这叫以后 所以传说中有气候气候 这个字不是随便有的 哎 你看你这个悟性就超前 下一个字 就是气 就是气 对 马上在讲气之前稍微休息一下 重新发现中一太美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 梁东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 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 国学堂 是的 重新发现中一太美 依然是梁东和徐文斌 徐小周老师 文斌兄 一起来学习 四气调神大论 刚才讲到了后 气候气候 后呢 是五天为一后 那么多少天为一气呢 所以一年下来有多少后 365天 按住个365 对 乘于5 73后 73后 对 或者古代人减略一些嘛 70后 72后 所以叫72变了 对吧 你看72变 对 他妈这样 他都有讲究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花的这种次第开放的顺序 比如说在北京来讲 最早开的大概在三月中下旬 就是那个玉兰 就是那个新仪花 木笔花 这个玉兰花 然后就是什么 信花 然后桃花 这个梨花 这个接着开放 他把这叫花信 信仰的信 对 就是说人守信 对 他说他是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 该来的来 该对 该来的时间 他就如期而至 这叫信 所以一年应该是有72后 然后古人把三后 你看一后是个小变化 对 把它15天的一个变化 中变化 我们叫一气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气后 气后 气后是两个字 两个意思 后是五天的变化 气是什么 15天的变化 所以我们讲的24节气 多了一个字 24气 对 节又不是24的 节是在气的基础上 三气 45天 是为一节 叫一节 所以我们叫节气 节气 或者叫气节 它也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所以24气 标准叫24气 我们说这个人过气了 对 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那个 不是厌气了 就是花就不应该现在开了 过了 错过了那个花开的季节 或者错过了那个播种的季节 误了农食 我们学那个小儿子结婚 二诸葛 算日子 算了 误了耕种 结果一年就没收成 所以就过了气 就说人 你看古代农耕社会是最贴近自然 他讲了 到什么时候 干什么事 过了这个时 你就是再下大的辛苦 出多少粒 流多少汗 吃多少肥 没用了 所以这个时间 那个节奏和脚步 古人是把握的非常精确 这是我有点的遗憾的 就是你说现在 我们又有空调 又有温室的这个蔬菜 又又又有暖气 又又怎么怎么样 今天 所以我们其实整个人身体和大自然整个节奏气候 其实我觉得都是有乱的 就是乱了 乱的表现是先是气乱 节奏乱 然后就心情乱 就产生一些很奇怪怪异的情绪想法 最后就是使乱中气 最后就把自己了断了 对这个中气也可能是我们被大自然抛弃了 死乱中气 说到这二四气 我们老百姓熟知的就是二四节气 很多人说电视台报节目说 今天是农历二四节气的雨水 我说谢谢你 这农不是农历 我们中国人用的节气是标准的太阳力 二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公转对地球四季影响定下来的 而农历呢 农历是根据月亮 是吧 初一十五是农历 二四节气完全是太阳力 所以这个农历这个二四节气这个 更像那个星座那个对不对 对 它就按月的嘛 对不对 这个农历就没有二四节气 农历只有月亮的阴晴圆确 对 对潮汐的影响 对人心情 对人月经的影响 所以我们中国古代是什么 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工作 我突然有个突发奇想 既然说那女子属阴 所以呢 用这个阴历呢 来指导他这个女性的这个乐视 那男人是不是受到这个阳历的形象 因为按照每 那个阴历是每二十八天嘛 对不对 因为男人是不是每三十天来一次呢 不是 男人的 他那个血的变化没那么强 没那么明显 就说我们是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工作 指导农耕 男人在田里工作 对 到什么节气去做什么事 我们是用阴历指导生活 初一十五 是吧 该上香 该赶集 他都是这么安排的 另外呢 我们的阴历也不是纯阴历 他经常要加润月 然后调整他这个阴历的时间 比如说某一年就润了一个七月 或者润了个八月 为什么补这个一个月呢 他就是让自己的我们正月初一那个春节和二十四节气那个历春 基本保持差不了多远 世界上用的纯阴历 就是伊斯兰的历 就是回民用的那个回历 它是纯粹按照月亮 所以很多人叫伊斯兰教叫拜月教 那个是完全按照月亮变化 不去拿这个功力去调整 所以我们真正的阴历 也不是阴历 它是一个什么呢 经过调整的叫阴阳合历 所以二十四节气以后 大家记住了 它是阳历 二十四节气的日子 基本上和阳历的日子都是固定的 你不说历春一般都在二月四号五号 这个清明一般都在这个四月四号五 或者是五号 冬至一般都在十二月二十二号 它是固定的 跟太阳变化 所以这是叫气 我们先说了后 然后说了气 气往上呢 这是节吗 三气为一节 对 我们经常说四十八节 这个八节是指什么呢 叫历春 历冬 历夏 历秋 还有什么春分 秋分 冬至 夏至 这叫八个节 到节是什么意思 节是个难过去的一个坎 所以我们经常说关节关节 什么叫关节 第一它是个难关 第二它那不连着 节了 有坎了 或者有断了 所以这个节是什么 四十五天 人会身体或者是自然界有个大的变化 所以我听说有的时候说 说一些老人 常重病的时候 到了这种节气 这种地方 这个节的位置 到这个坑节上不好过 对 相反一些重病人 你比如说赶上冬至 冬至过去了 行了 你还能活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节 我们有些敏感的病人 一到这个变节气的时候 身体就出现症状 不舒服 所以老百姓以前 他有一个保健思想 都是什么 在这个节 八个节的时候 就我刚才说的四个例 两个质 两个分的这个时候 都要去吃点药 调整一下身体 让他很顺利的度过这个节 这个节要 这个春节的节 这个过不好 就变成劫难的那个节 元宵节过不好 那就是元宵节了 是吧 你发现没有 元宵 为什么不叫元业 不是 宵和业有什么区别吗 元宵 对啊 我们经常说难忘今业 也说难忘今宵 对啊 吃宵业 吃业宵 好像是混成银子 什么叫业 什么叫宵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这时候陈老师自问自答的 你回答吧 就你刚才说元宵节 古人啊 你看一下那个甲骨文 宵是什么 上面一个小 它像小鸟 底下一个月亮的月 就是什么 再有月亮的晚上 叫宵 本来黑夜是什么 没有光明的 突然出现一轮明月 就好像给人带来一种 特别高兴 欢快的喜悦的心情 所以呢 月黑风高夜 月黑风高杀人夜 杀人放火天 所以那种暗无天日 见不着月亮的时候 那个 小一 什么时候没月亮 没有月亮 什么时候没有 初一到三十 什么时候没月亮 初一是吧 初一三十 都没有 都没月亮 你是太坏了 初一到三十 哪天没有 答案是 初一吧 是两天都没有 就是那会儿 看不着月亮 是 所以我们大年是什么 大年初一 三十吗 对 什么大年初一 大年那天晚上 大年三十 年三十 对对对 所以叫什么 吃什么饭 团年 年夜饭 对 年夜 它不叫年宵饭 我们叫守夜守岁 是吧 大年三十初一 没有月亮 叫夜 正月十五叫什么 元宵 宵 第一个 元是第一个 元是零 或者叫第一个 第一个月亮元的时候 所以你看 春宵一刻值千金 那一定是月圆之夜 月圆之夜 好行答 就这么说的吗 李老就这么说的吗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横透 这简 绝对是踩着天地 同步的点去做事 是的 以前有一次 李老就跟我说过 李可老 他说 他说最好是月圆之夜 因为月圆之夜的时候 整个浑身的基数 都比较高 是不是 对 对 激情水平也高 很多女性 她正好排卵期 在处于月圆的时候 她怀孕的几率也非常大 所以你踩这个点走 来借天地之力 完成自己的心愿 多爽 就是舒芋头 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 是吧 对 我 不过 我 我 在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 许文斌 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好 广告回来之后 依然和大家讲四季调生大论 刚才我们讲到了 气 讲了节 讲了后 先讲了后 再讲了气 然后再讲了节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季 两节 也就是90天 至于季 四季为一年 对 for season 所以我们讲这个节 季节 比如说到什么季节了 那你问我是到什么季了 还是问我到什么节了 古人就这么问了 这就是那个孔一几就是这样吗 孔一几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 那是我的偶像 是 他居然知道回字有四种切法 知道偷和切不一样 那四季分明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正题了 四季调成 春三月 此未发尘 天地居身 万物以荣 对 春三月 是从大年初一开始 是历春开始 应该是从历春 历春才开始 这就是我们讲的二十四节气 按照阳历去走 不是按阴历走 尽管他们俩也差不了几天 但是 中国人按照这个 中国按我了解的就是 最早研究天文 他第一个定的节气就是冬至 冬至那一天是太阳日照 时间最短 对 是吧 就是在地上 地上拉的那个影子也是最长的 对 所以古人先把这一天定下来 嗯 定下来这一天呢 就开始数九了 对不对 嗯 冬至就开始数九了 一九二九三九 嗯 所以历春是冬至以后第几天 那九九八十一天以后 春打六九头 哦 对不对 哦 就是说六九头就开始春了 是吧 对啊 六九第一天 玩了就是立春 你刚你跟我算嘛 你看春雨今春 晴古天 夏满芒夏 鼠香莲 秋处 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冬至完了 嗯 一个十五天小寒 三十天大寒 嗯 是吧 然后再过一个十五天 多少天 三十天四十五天 就立春了 啊 六 你看春打六九头 五九四十五 五九四十五 完了 六九还没开始 对 六九头 正好四十五天 那天就是立春了 哦 所以从这一天算立春 然后往后再数三个月 就叫一季 嗯 三个月九十天 其中包括两个节 包括多少个气 所以春天乃叫立春之后 还是蛮冷的 立春 我们现在科学研究春天 什么时候到 嗯 是吧 日平均温度维持在十度以上 连续五天 对 才叫什么立春了 对 这是科学的认识 是理性的认识 可是中国人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那种会 感觉 就说这一天温度 哪怕它是零下三十度 但是这一天立春了 立春 气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 太阳不是从冬至那天 开始往回走了 对 他每过十五天 就像经过了一个刻度 到立春这一天的感觉是什么 天地巨生 吹面不寒阳柳风 什么意思 温度还很低 但那个风打在我的脸上 我的感觉绝对不是那种凛冽的 刀削般的刀割般的那种寒风了 是什么风 生气 是给人一种暖的感觉的风 就是机会来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 恢复自己的知觉 我们现在很多人上师 知觉麻木不仁 第一 他不知 他不知道今天立春了 第二 他身体感觉不到 不觉 不觉 所以我们 你不知 我们今天跟你讲 另外我希望你修炼好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那个神养得足足的 这时候你会觉 哪怕你不看表 今儿今儿什么几点了 你就说几点了 今儿是什么节气了 你就知道 知道什么节气了 这就是古人的天人合一 现在我们都当预言来听 都觉得是假笑话 讲故事 不是 那种阴阳的变化是存在于 你只有用自己的心神去体悟感悟 那得极其敏感的人 基本上悟这件事的话 不用太敏感 能感觉到 所以到那天 人的活动 身心变化 就应该区别于冬天 这是直的变化 不是那样的变化 你刚才说 这个不需要多敏感 但我觉得已经真的很难得了 你说你问到街上十个人 有多少个人知道说 历春昨天 历春的昨天那一天的风 和历春的这一天的风 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们以前练一些太极拳 行异拳 老师的 老师教给练功训练的方法的时候 就是在静坐的时候 就体会到半夜子时 那个阴阳就出现变化 就阳面变阴面 阴面变阳面 那个时候 就让你去体会 那时候一个砖的温度 都会有变化 所以阴阳的变化 需要你用心神去体会 而不是用你那个 用你这个浅薄 粗笔 那个愚钝的意识去 证实 你能够感觉到 当时你体会这个砖的变化 真是有变化吗 真是有变化 真是有变化 还是自我心理暗示 你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实践去检验 比如他不告诉你 这个 他都告诉你 然后他就 让你去感觉一个东西 感觉它的阴面 阳面 不一样 春三月 此未发尘 也就是说 冬至以后45天 那一天就是立春了 立春这一天 往后持续的是三个月 我们命名为春天 春天 它的性质是什么呢 下面就说了 此未发尘 发尘是什么意思 发是什么意思 发是生发 发就是发芽了 对 就生发 就是生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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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 感谢观看 人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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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个时间我不干涉你 但是呢 从那个晚起 改成早起 那到底所谓的 在皇帝内经所谓的早起 是早到几点思维起呢 且听我们下回分解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国学堂志 重新发现 终于探美 谢谢大家 再见